就是說一定是關關相戶而且包庇 那檢察官也許原來有線報 說原警這個跟社經驗者勾結 要去監聽 聽了個半天又聽出檢察官來 然後又派檢察事務官 去假裝賣檳榔的去錄音 也錄到了 弄了個半天以後 這個檢察官被判刑 八個月還薪兩年 那這些當事的都沒事 這種事情 然後所長還等於是提前退休了 也沒事 然後陳忠營也沒事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當然大有蹊蹺了 那牽涉的問題當然很多了 可能牽涉到政治人物 可能牽涉到金錢 可能牽涉到施壓 都有 我覺得要徹查吧 這事情既然被抖出來了 之所以會被抖出來 一定是有人覺得不符 一定檢察系統裡面有覺得說 這怎麼可以這樣子就算了 而且當時的檢察長叫費玲玲 費玲玲說牽涉的時候 她不在了 她已經是調到高檢去了 那倒是誰對不對 那接任的張檢察長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原來的費檢察長是不是都沒問題 有沒有其他人來施壓 我覺得都要查個清楚吧 既然這事情鬧這麼大了 那我覺得這種事情最怕 就是法務部到時候 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療 因為難看就算了 我覺得這個不能算的 這樣搞下去 所謂司法是皇后的爭吵不容懷疑 我們現在司法像皇后嗎 真的不容懷疑嗎 大家都不懷疑嗎 為什麼造成這種結果呢 都是人必自武還有人無自 你們自己造成的 是董事長想請教 因為之前也被踢爆 這個曾經被秋衣踢爆 也曾經找過小姐這個陳志忠 這次也被問到這件事情 那她的回應是說 應該這些公職人員都要用最高的標準 來自我要求 那她就這樣就在嘲諷她說 是不是因為她也是過來人 所以在講這些話 這次還有人嘲諷她們說 是不是可以開個雙城論壇 來討論一下行得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官越大要越慎重 你都當了這麼大的官 甚至民意代表 水民對你有這麼殷切的託付 當然要幾年盛行 那自己的行為也要非常小心 我想陳中原這個事情 不過我比較好奇 就十一年前發生這樣的事情 後來官越做越大 做到內政部次長 又做到防疫中心副指揮官 然後現在做到行政院的發言人 跟院長等於是幾乎是朝夕相處 那怎麼一個事情能夠隱藏這麼久 而且十一年以前他有這樣的癖好 那這十一年來都沒有嗎 官做這麼大都沒有嗎 對不對 內政部你自己想 內政部次長管多少業務 防疫中心副指揮官有多少預算 牽涉到多少的疫苗 多少的口罩 多少的防疫的藥物 多少的病房 多少的醫院 然後這中間都沒有任何勾結 都沒有任何的脅迫 都沒有任何的貓膩 你相信嗎 我覺得都把它查一查吧 是 董事長 那這個陳中原案子爆發之後 現在有人在報台南雪甲球場 說他地底下用埋氣這些廢棄物 那時間點都這麼湊巧 難道是這個反賴清德的勢力大反撲 瘋狂爆他之前 這個等於說他台南故上的料理 對啦 因為時間都在賴清德當市長的任內 不管是雪甲的這個盧渣 當時說這是可利用的事業廢棄物 其實不可利用 這是完全違反了廢棄物清理法 跟相關法令 那當時給他這個護航過關 那所幸是那個李里長的 切而不捨 遺塞的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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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才 再鑑定 才說那個是爐渣 是不可利用的 說那個歷人已經 這個十幾二十億了 那像這些事情 當時到底怎麼給他過的 那當然了你可以講說 可能賴清德他的宿敵 或是他的政敵 把他掀出來 但是我覺得 這個誰掀出來 誰報復誰是次要的 有沒有這個事是比較重要的 就像現在 民進黨一直希望說 追查那個陳中英案 是誰泄密的 泄密的有那麼重要嗎 那個密本身才重要嘛 對不對 那個壁本身才重要嘛 你光去想要抓那個泄密的 你不去抓這個中間 這個本身有沒有壁端 這不是本末導致嗎 同樣的 對不對 到底這個賴清德有沒有政敵 政敵是不是故意來掀他 這個是老百姓不會關心這個問題 老百姓關心的是 為什麼當時像這個盧渣案 像陳中英案都能夠輕重 能夠放掉 對不對 你對李全教當時 也是在那個時候 同樣的檢察官 同樣的市長 對李全教就追殺到底 對不對 絲毫不鬆懈 然後對這些 這個跟賴清德有關的事情 怎麼好像就是輕輕放過 大家關心這個問題 要講清楚了 賴清德就要自己出來講清楚了 是 董事長 另外想請教關於這個缺氮的問題 陳吉仲說 因為禽流感的關係 所以美日韓都在殺雞 但是如果大家都在殺雞的話 台灣殺的並沒有比較多 那為什麼氮還比其他國家還要貴 那兩年前政府說要搞這個雞蛋國家 對 到現在還缺氮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是不是其實就是這個氮機 機種 種機準備不夠 然後還一直在找理由 解決不了問題 雞蛋國家隊成立了兩年多了 那缺氮已經缺近 差不多將近三年了 陳吉仲從農委會副主委 到主委幹了七年 連氮的問題都不能解決 就顯示這個政府是很無能的 那侵入感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各國也都有 而且這是季節性的疾病 你都知道 那你不能防治嗎 對不對 雞蛋的供應就是一種供需關係 每天需要多少顆蛋 然後能夠 這個蛋機能夠生產 生產多少顆蛋 都是已經 都是已知的 都是一個確實的數目 那你就是要講究平衡 那你不能講究平衡 你又不能夠減少 這個潛流感的發生 然後你又不能增加 蛋機的數量 你又不知道進口 足夠的數量的這個蛋 以來來應應 就是無能 然後呢 他想的糟了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去年選舉 他怕選舉之前漲淡價 所以就壓淡價 那選舉完以後就是過年 他又怕呢 老百姓不買 又壓淡價 好了你越壓 這東西壓不住的嘛 它是一個市場的供需關係嘛 對不對 市場之間看不見的手 來控制這個供需嘛 那你今天如果說雞蛋漲價了 那雞蛋漲價了 那可能蛋農就會多生產雞蛋嘛 因為他覺得價錢好 那他雞蛋生產的多了以後 那自然的這個供過於求了 蛋漲就會下跌嘛 蛋漲下跌以後 他就不養了 蛋漲又會上漲 它就是一個循環 農業就是一個循環 農業經濟就是一個循環 那陳吉仲你學 你搞農業的 你在農學當教授 你不懂嗎 我們大一大二就修過農業經濟學了 農業有農業經濟學 工業有工業經濟學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你就是 你不能硬壓嘛 今天飼料也漲價 什麼玉米什麼都漲價 再上情侶感 然後你又淡價不能漲 那一不漲 金融就不養了嘛 不養 那你說好沒關係 你不養我進口 你又不進口 對不對 所以你不養雞 金融不養雞 那雞蛋的數目就少 雞蛋數目少 淡價就一定漲 這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要硬壓硬壓 你壓不住嘛 那他為什麼要壓 我就剛剛講嘛 一個選舉一個過年嘛 那你以為你可以壓住 對不對你認為說雞蛋散漲會有明月 你壓越壓明月越大 那現在是有錢也買不到啊 一天缺那麼多蛋 所以 當然也許鄭文燦到處去就有蛋了 鄭文燦不到任何超商 超商蛋就滿了 所以我昨天開玩笑 我說鄭文燦比母雞還厲害 對不對 鄭文燦到哪裡去 哇滿坑滿谷都是蛋 笑話嘛 這什麼時代你還玩這個遊戲 真的丟人丟死了 那另外想請教官國際的議題 就是白宮有內線消息透露 說有當這個拜登被問到說有什麼會比這個新保守烏克蘭方案更具災難性 沒想到拜登竟然回說 等你看到我們毀滅台灣的計畫就會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這把我們比做烏克蘭嗎 甚至還有可能更慘嗎 那堂堂美國總統居然脫口說出這種話 那蔡政府難道還不用覺醒嗎 吳釗燮跟顧力熊訪美收到美國的AIT 華盛頓總部敢不敢出問人家總統 到底為什麼要毀滅台灣 我覺得這不是敢不敢問 是應該問 這已經傳出來了 而且不是台灣這邊的 是美國那邊的消息 華盛頓DC的一個知名的廣播人 他透露白宮內部的消息 那既然有這樣的消息出來 這攸關台灣的前途 台灣當然要關心 這是合理的 你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敢 到底你敢什麼東西呢 然後更可笑的 外交部剛才發表一個聲明 罵 把大家痛罵一頓 說美國跟台灣這麼友好 我們關係這麼好 你們這個認知作戰搞這個就破壞台美的友誼 外交部你真的是丟臉 這事情這麼大 你們外交部不想知道嗎 謠言也可以查證一下說是謠言 你查證都不跟美國查證 你就把台灣內部罵一頓 你簡直是我覺得真的是一點格調都沒有了 那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去問一下就知道了嗎 或是找一下那個 我們在華盛頓不是有我們的駐美代表處嗎 去先找一下那個廣播人嘛 那個尼爾森吧好像叫做 就問他 還叫尼克森 就問他說到底這哪裡來的消息 對不對 然後一關一關去查證嘛 沒有就告訴大家沒有啊 你們誤會了 美國不會這樣子 有 以後就美國講清楚怎麼回事啊 我們之前不就聽到嗎 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老美率先就把台積電給炸了 那所以他老美是只炸台積電嗎 還是我們把我們很多其他地方都炸了呢 外交部也給炸了呢 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當然關心 怎麼會不關心呢 烏克蘭打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生靈塗炭 千萬的這個難民逃來逃去 台灣不關心嗎 所以我覺得既然外交部這麼有信心 蔡英文這麼有信心 說我們台美關係很好 就問個清楚就好了嘛 讓美國人出來說明嘛 你替他罵人 你替他澄清什麼呢 你有資格替美國澄清嗎 你有資格替這個拜登澄清嗎 請拜登自己講啊 請 董事長 最後想請教 你怎麼看說現在國民黨內高層傳出 六七月可能會直接徵召侯友宜 但是也有議員在講說 黨內的這個反郭台銘的聲浪很高的說 認為郭台銘的仇恨值很高 國民黨到底要怎麼弄 我真的不知道了 他們去問朱立倫 朱立倫都說 3月4號南投立委補朽完再說嘛 那也快了 那最近當然不少人在罵郭台銘 我認為也是 因為支持侯友宜人其實很多 第一個侯友宜是新北市長 那侯友宜平常有廣結善緣 侯友宜的資源也很多 新北市長 所以很多人都要有期待 所以對侯友宜有期待的 支持侯友宜的當然都罵郭台銘 到底是這麼簡單 那只是侯友宜到底要什麼時候表態 大家也很關切了 我覺得國民黨的辦法也不宜太晚出來 因為你太晚出來 這就拆來拆去拆來拆去嘛 包括議員要不要選立委也是拆來拆去拆來拆去 那外面就覺得國民黨好亂好亂 你看民進黨都已經定義一阵了 賴清德國民黨還這麼亂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主席要快一點 再拖再拖也不是個辦法 越拖越拖民調就越來越低 對國民黨其實不利了 支持